竹山高中57周年校競技運動會盛大登場 校方規劃了許多精采的活動 除了讓師生們能夠一起同樂外 校長陳漢銘也希望同學們能從中學習成長 今天是我們竹山高中創校57周年的校競技 同時我們也辦理學人度的運動大會 運動會的主題是舞動新勢力 起步向前行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活動能夠凝聚同學的創意 他的合作 以及他的榮譽心 能夠來提升每一個科 每一個班的榮譽 這次四三年級的同學們最後一次在校參與校慶 所以他們也精心準備了化妝表演 來為高中三年的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 在足高這三年來 每一個年級都有屬於自己的特別的表演 像一年級是體操 然後二年級是啦啦舞 然後像三年級的化妝表演 就是在每一年都有一個特別的回憶 好 這是我們最後一年在足高的運動會 然後我們為了這個表演 我們準備了愛麗絲的主題 然後還有關於柯文哲的歌 新的Rap的歌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對這個活動很付出 所以我們希望足高可以更好 高中三年就是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跟同學間的相處有喜怒癌的 然後也希望大家在以後的路上都可以一帆風順 身為竹山高中校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先議員蔡宜柱 也特意返回母校來參與校慶活動 蔡宜員除了祝福母校生日快樂外 也希望學弟妹們在今天的運動會中能獲得佳績 回到自己的母校來參加校慶 也在這裡祝福我們竹山高中57週年生日快樂 也期盼我們所有的這些學弟學妹們 在運動場的表現都能夠有優異的成績 議長和聖峰祝竹山高中57週年校慶生日快樂 也感謝校方在教育上的用心 並期許校運能夠蒸蒸日上 繼續培育更多人才 記者盧宇凱竹山採訪報導